大家好,我是陈怡 希望有些男同志在退休以后 别做一些让老伴,让一些同学,让一些老同志 烦你,看不上你 这种评价和您以前工作当业的评价就不一样了 让大家对你有另一种的态度 所以我跟大家去聊聊,有哪些事情 特别是60岁的男人,尽量地去做 我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也从一个 我看了,特别是超过60岁的男人 特别是更年期,更年期的男人 就这个阶段的男人,有很多粗乎我们的想象 有些做起事的,让大家不理解,而且招人烦 我今天就想谈谈这个问题 我从几个方面吧,从几个角度吧,跟大家去说说 特别是退休的男人,尽量咱们在退休以后 把住好咱们的心情 无论做事的时候,尽量避开一些的要人遭烦的事情 在以后的当务当中,让人一看,收人尊敬,收人爱戴的一个退休的好男人 首先我跟大家去讲 我在这个同学之间,碰着过几个 就这样的男人,我真是觉得 就我看来是不受人爱戴 不受人爱戴 特别是在原先的单位上,下来以后 他还是想要去摆那扫架子 他很有钱呢,他很有钱呢 因为他是在这个职承上,他退休也有一定的工资 但是他没有位置呢 他就想,还是想找一种成就感 还是想要在这个早会呀,晚会呀 有那种法后司令的那种感觉 他就在同学会上去找这种感觉 找这种感觉 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过去领导他们的同志 开会的时候那种帕就拿出来了 所以呢,一次两次行 第三次的时候 哎呀,大家就觉得 哎呀,就过去的那种印象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是做的最明明的一些事 让同学呀,对你的评向落下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老同志 特别是男同志 他退休了以后啊 他没有无所事事 因为他在单位啊,他惯了 特别是在当一个领导啊 他总想去回单位啊 这个也是一个招人这个不待见的一个事 特别是你老了 你在这个单位有一定的指程 你回到单位的时候呢 可想大家呢,对你有所尊敬啊 这个老领导来了啊 有什么指示啊 可以去指导一下 那他可能夸夸其谈啊 他第一天来 大家 还是觉得挺好 第二天又来了 大家不好意思 第三天 哎呀妈呀,他又来了 所以呢,给大家一种看绝 他就说 哎呀 还是这个电阶单位呢 领导的那种 怕还想要来指挥啊 后儿呢,大家就慢慢的 他一来呢,大家马上就走 给大家这一种 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 把你这个位置是怎样去 把你 怎样去摆 怎样去做 大家都很为难啊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说的 特别是老同志啊 退休了,咱就回家啊 好好的啊 有孙子 有这个儿孙女 咱们好好去带啊 这个是我希望大家 别做这样不易的事啊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 特别是男同志更年期的时候 我是非常有体现的 男同志的更年期 我觉得好像是 有某种程度上 真的拼同志 这个非常严重 老伴呢 老伴呢 以前是非常的 内秀 过去人讲的 有内秀啊 他就属于有内秀的人 从来不是话 心里非常有数 但是他更年期以后呢 他就大锁个了 大锁个了 哎呀我天哪 简直的 我那天我跟他就是 那我就说 我说这 哎呀你整个这个性格都变了啊 你把我整的交头浪 交头浪我在哪儿 就是说 一点事都管 他不对 他专门管你 就是 特别是退休了 特别是 在更年期的时候 他转老去管老爸去 一件事 他能跟你说法并 你做 你哪个事 你都得经过他 你做什么 你都得听他的 你不听他都不行 他就抱头了 哈哈 大发的一听 现在跟我讲的就是 小心翼翼啊 对我的老婆 我简直是 心情好了 不敢说一些 一些这个特别是关键词 不说 关键事不说 不能说 不能评论事 一说评论 你跟他的观念不一样 那就发了一听 所以现在我跟老伴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吃 喝 卖菜 别的一些的事 我觉得不去评论 也不去说 他跟我说 我就是 他说一 我就一 他说二 我就二 我绝对不会 跟他再去变迹 因为他现在是更年期的时候 这一刻的时候 希望男同志 特别是你的老伴 在夜 受认识 那也希望你的情绪 一个压制 一细 让你的老伴 能够轻松一些 别让他高度紧张 他的身体不好 姐妹 两人的生活 那就 确实是 确实是 欲吞燥 所以我现在就深有体会 所以我跟大家去说 有些男人 在这个 特别是更年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情绪 别让家里人 哎呀 真的 好烦 再一个来讲 我还是跟大家去说 特别是男人 六十岁了 还有一些的 这个 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 怡性啊 有那种 有那种 还有那种 冲动啊 在家里呢 还是有的 在手机啊 和这个 哪个女人 这张天啊 还有 还有这种的 这个 练习行为啊 其实呢 我总觉得 老的 应该是 应该是 收一收 收一收的啊 因为一个是 咱有家庭的 就是没有家庭 你单身的情况下 你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应 应该去 找一个 能够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 这个 爱人 去 过好 咱们每一天啊 应该定位 咱叫定位 不能是 今天一个 明天一个啊 这个事咱别做了啊 真到七二八十的时候 那你可能 就是国盖四六呢 所以跟大家说啊 特别是 超过六十岁的男人 应该这个 懂事了啊 我说不多说别的了啊 哈哈哈哈 好了 这件事呢 这事件啊 也就差不多了 不想多说了 说了 有些老同志 该不得意了啊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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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